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觉得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的联系是否真的很强 或者是有什么活动加强比此间的联系呢 其实香港一直的软实力是很好的 很久之前很多华侨是将他们的第二代来香港寄宿的 陪证也有 吃吃提反也有 变成他有个寄宿的生活就被那些华侨来到香港 而来到香港亦都会认识到本地香港的朋友 亦都学到广东话 那你见到你现在那些可能六十多岁的 很多都会认识 除了讲泰文、英文 亦都会认识广东话 那这些是个软实力 另外再下去就是四大天王 香港的戏、香港的歌 其实去到东南话是很盛行的 就算去到越南也好 它叫做第二大天王 那都是叫四大天王 那都是叫劉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 那都是这样的 这些是很软实力 那到今时今日其实也有影响 就是说那些人是觉得香港很好 那这件事香港真的可以发挥了 你今时今日的香港的大学里面 的ranking 这么高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open了很多位 给个国际学生 而在个国际学生里面 其实东南亚的学生不少 就算在越南来香港的学生 或者泰国来香港的学生不少 这些东西就是将来我们的软实力 继续可以发挥 那些人一想 我在香港认识人 我认识朋友 这样去做 那所以现在今时今日 你说在东南亚那些华侨 其实都是很看香港 很向往香港 很想来香港去做发展 或者再看看 那特别是新加坡都是 华人跌了75% 那新加坡在东南亚 影响力就很大 那加上我们香港 就是可以说 就是两个很大的一个金融的中心 都可以是动员到很多华侨 是发挥他们的力量 那如果从香港的角度来说 我们如果联系东南亚的华侨 其实可以在哪些方面 可以做得多一些 香港也是大湾区的一份子 习主席都刚刚去完大湾区 那我们在香港可以在大湾区的 发展的机会和机遇 其实也都可以开放给我们那些 华侨的朋友 说来到香港 经过香港 入到因为它很熟悉的 会计制度 我们的法律制度 它很熟悉的 而他们再是用这个 一步入去大湾区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大 那还有呢 香港政府 在香港去做research 香港政府也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去 attract多些 东南亚的华侨的企业 来香港做多些R&D 接着就去回东南亚也好 大湾区也好发展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会 刚才你也提到 香港这四大天王 无论东南亚哪里都很受欢迎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今时今日东南亚的国家 就一定和中国做生意 每个人都知道 经济就靠中国 安全就要把美国拉进来 要经济要靠中国 那就要经商 所以当地呢 过去都有禁止 就是华文的小学 例如马来西亚 就很明显 现在都改了 现在不单止 中国的华侨 继续学中国的东西 或者多些交流 可以带动整个生意 连当地很多的马来人 都开班 就要学中文 所以就变成了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这些东西 其实在东南亚 其实那个影响力 都在加强 所以华侨在这里 就可以扮演一个很奇奇怪的角色 是不是你觉得 我们香港就说 两文三乙 或者两文四乙 可以到东南亚 但是你不要忘记 其实我们香港 已经在国内有很多投资 我们的中层 或者高层的管理层 很多时候可能是国内人 中层那些 其他语言未必那么好 香港有一个独特性 就是我们利用到我们的中间 但是我们带了我们的 在国内的中层管理层 下去东南亚 那些华侨 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因为他们懂得 普通话也好 广东话也好 可以和当地的人 和我们在国内 或者英文没有那么好的朋友 帮他们的沟通 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挥作用 当然他们要懂得香港的 或者是香港的制度 如何去做 也是比较容易一些 有时容易一些 说给他们听 所以我想到一个商机 就是开补习社 如果我们在东南亚 多开一些补习社 即补一下粤语 补一下普通话 给当地的人来说 甚至多一些线上的补习 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下面那些华侨 其实很多都会说普通话 或者是广东话 所以补习就不是太需要 可能是变成文字上面 如何去写那边去做 其实中国文化 留在泰国也好 越南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其实都很强 我们中国人始终都是 大家都说流着同一样的血 所以那个感觉是有点强 现在我们香港 都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侨 第二代第三代 我所知道很多 其实现在香港 东南亚的华侨在香港 他们那方面 民间的组织会是怎么样 有一个协国协办 其实一个是 在国内 去到北京的协部办公室 是一个很高级别的 它经常都有组织的不同团 尤其是在不同的华侨 去中国去看看 去看看中国 你祖国现在变成是怎么样 其实做了很多东西 而香港也有一个协办 去做这件事 其实叫办做的工作 也不单止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的华侨在 他们的小孩 就可以去帮忙 他们去做 但是在香港来说 印尼有 印尼一班华侨 泰国一班华侨 甚至缅甸有一批华侨 他们其实都是 有自己的一个联络的网络 其实他们有没有一些融合的关系 有就是普通话 无论是哪里的华侨 一坐在一起 就是说普通话 面称我们去开会 大家其实很无间 大家都说普通话 反而粤语就未必能够流通 普通话就一定行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我觉得如果特区政府来说 想去争取多些东南亚 招商引资 或者香港去那里 特区政府应该就香港自己本身 现有的华侨的组织 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是贸易处 或者是TDC 可以给一些什么的支持 似乎都是要想一想 特别现在由次及卿 很多东西要推到 跟着国策去走 我觉得这个方面都挺重要 华侨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是它当地人也是很重要 它好像说我们去不同的地方 去投资 其实我们都请很多本地人 而我们叫做Localization 甚至去到高级经理 甚至去到我们的CEO 某些地方的CEO 我们都是用本地人的 因为始终都是说 你要用本地人去做 就不是说我要分 一定要去哪个华侠 当然 是变成做得好 就有得升职 做得好就会交给他 但是我想香港 香港很多公司 都是国际化公司 国际化公司来说 其实都是用聪明的人 用聪明的人 又帮了公司去高级 现在就因为中美关系 就紧张了 我知道内地就已经有很多 的生产线 就去了越南 去了泰国 甚至去到柬埔寨那边 其实香港暂时 都没有受到中美关系 这个影响 但是你香港 那些香港厂商 搬到越南也好 其实整个越南 都只有9700万人 不单止你不可以想像是 好像以前 那样勞工密集的时代 其实香港有很多 做robotic 做AI 做automation 其实很多公司 其实可以 expand 了 下去东南亚去做 尤其是你说越南 泰国那些 人力不是那么多 那变成他始终都说 要太多FDI 下去 他是很容易 就去到不够人 一不够人 他真的要automation 而香港这件事的R&D 是会做得很好 可以帮助 我们真的转眼间 时间过得很快 聊聊天 已经带出了很多很多 大家想知道 关于甘原物业这个集团 为什么能够那么成功 他们的经营的哲学 经营的理念 以及怎么能够与时俱进 特别在供应链这些方面 那个发展 为什么能够达到 一个那么好的 成功的水准 跟着我们也讨论了很多 跟东南亚的投资合作的关系 以及华侨 直到大湾区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丰富的讨论 我要多谢Anthony 将自己那么多的经历 那么多的经验 和大家去分享 今天希望大家会好好地 欣赏我们的访问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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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